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不过呢 我看到他的驶车 我就有一个疑问 其实他在这个Range Rover家族里面 占着地位 他的角色扮演是怎么样的 就是其实他在Range Rover的家族体系里面呢 有Range Rover Range Rover Sport 然后还有Range Rover Evoque 但是Evoque算是小老弟 然后呢 Sport跟Range Rover的话 又算是比较大一点的 所以他少了一个中间的车型 就是有L号有S号 多了一个M号就是他了 对 所以原厂呢 他定位就将他放在Evoque跟Sport的中间 了解了 了解了 而且说真的啦 我们现在直接来欣赏一下 他车子的外观 我觉得啊 超美 非常漂亮 很有英伦的风情 我们就来看看他们设计的 哪些东西吧 我们今天试驾的Velard呢 它的车型是P380 SE 然后因为它有R Dynamic套件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下气霸的部分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霸气啊 可是其实从车头看起来啊 你绝对不会认错它是别的车型 你就会觉得它就是Range Rover 我自己觉得它的上半部是属于Range Rover 然后下半部是Evoque 然后两个这样捏捏捏 然后融合在一起 就变成是Velard的车头 我觉得这一代哦 它的据说它的风阻系数到了0.37 就是因为它把很多的设计啊 都变得非常流行吧 你看它头灯 它整个整合在这个车头的车身里面 是非常平顺的 非常平顺的 然后很漂亮 然后上面这个半颗型的这个引擎盖啊 然后让整个呈现出它的这个霸气 然后整个厚实的 对 那在车头灯的部分 它特别讲一下 它是属于那种 搭载的矩阵式的一个全LED的头灯 但是为了要让它眼睛看起来比较大 所以它就像女生一样 为了要有那种水汪汪的眼睛 它下面就打了卧彩 真的啊 打亮明 然后打了一个卧彩之后呢 LED日行灯 像不像 像不像 有像 然后呢 瞳孔的部分 就有点像那个漫画里面啊 就是亮晶晶的那个瞳孔 所以其实它车头灯 我觉得是一个还蛮大的特色 它跟EVOGUE就比较不一样 对 那我们来看看车侧的部分 好 车侧的部分呢 我们在叶子板的最下方 你可以看得到 因为这一台有R-Dynamic 所以它有一个名牌在这边 然后这个轮圈好漂亮 消光黑的20寸旅圈 是啊 它也可以升级到20寸 哇 太帅了 要是我 我一定换 而且刚才啊 我们没有忘了介绍 你看它的引擎盖这边啊 它有个饰板 是用黑色的像钢琴烤漆的感觉 跟另外那种有点像是 手机的玫瑰金的颜色 来做一个搭配 是 对不对 连车身这个地方的饰板也是一样 你看玫瑰金 跟那种镜面的烤漆 是有层次的 对 我觉得它这个设计还蛮大胆的 那在车身的部分 还有另外一个大亮点就是 我现在把车门打开 然后呢 触碰一下 车门把呢 直接就升起了 那其实以这样子 隐藏式的车门把呢 原厂他们表示说 它不只是为了好看 以及它的平整性之外 更重要的是 它可以降低这个风阻的系数 是的 所以真的可以让它的风阻系数 来到0.32 然后从车侧啊 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它的车高并不高 好像一百六几公分而已 对 可是因为现在是有一个驻车模式 对 所以呢 它的车身又再更降低了许多 气压悬吊如果降低 可以降到40mm 所以降下来之后 你们也比较好上车 对啊 棒棒棒 然后整个车顶 又是悬浮式的设计 哇 帅 我们来看看车尾 车尾的部分 Range Rover Velar 真的是 等于是极品中的极品啊 尤其是在尾灯组的设计上面 它是这一次呢 Range Rover首次采用了 双驱的一个横闸式的尾灯组 所以它做的也比较细长 同时中间呢 这个长条型很摆明的 它就是要告诉你 它是Range Rover 属于比较旗舰车款型的 然后我们再往上看一点点啊 刚才阿布说 这整台车其实所有的概念 真的都希望它的风阻能够再降低 降低再降低 所以呢 它的尾翼的部分啊 你看它有一个凹槽 这边有个有点类似 可以做一个导流的作用 像这边是有洞的 对 对 可以直接把风啊 直接卸下来 它也可以那个增加 整个的风阻的表现 夏宝杆的部分呢 就是它R Dynamic的这个套件 它有一些试版 然后还有双出的 镀铬的这个尾管 漂亮 这一代说真的 我好喜欢 我们刚刚看了Velar的车型外观 还有这个车型的简介 我想要问一下Seven 像Velar在台湾的同级市场里 它的竞争力怎么样 价格会不会偏贵了点 确实是偏贵 但是我认为是有原因的 第一个就是品牌的定位 就是大家讲所谓的LSUV LSUV 好像是一个位为盛行的车种 但是其实Ranch Rover 就是Land Rover在1970年 就做了Ranch Rover这个车出来 是 它领先了其他 刚才是讲双臂啊 保时捷 甚至ODI 二三十年以上 也就是说其实它 在这个部分 它是所谓的烂商 那再来就是说 Velar的车子 在Ranch Rover里面 它现在有四款车 那分别是Ranch Rover Ranch Rover Sport Velar 然后还有所谓Evoque 所以它刚好是介于 这四款中间的 算蛮主力的车的那个位置 那我个人是觉得说 它的风格上呢 其实它有那种 所谓像Ranch Rover那个优雅 但是又有Evoque那种 时尚跟情味的感觉 所以其实在整体的那种定位 还有它的那个产品的那个格调来讲 其实是 我觉得英国人是认为自己是蛮 有那种高高在身的感觉 优越感 对 所以说其实在定价上 确实大家觉得好像 怎么跟在台湾这边 好像觉得比较贵 但是其实在 以我觉得在Global的看法来讲的话 其实是不至于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其实它的Velar的车子的尺寸 还有它的急剧 其实介于凯燕跟马克恩中间 也就是说它比马克恩再大一点 但是又没有凯燕那么大 所以其实呢 但是我们抓的那个 它的直级对手 又是在马克恩 GLC Coupe X4这个样子 其实好像就会觉得它有点贵 至于它怎么样对上它的直接竞争对手 我们待会再好好跟大家讨论 但是呢 以Velar现在这样的一个设定 它的外形上面的设计 真的相当相当的讨喜 Michael 你之前也在海外试驾过Velar 你针对它的这个外形上面的设计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它的特色在哪里呢 它的特色其实 Range Rover现在 喜欢做一些比较前卫科技的一些设计 我们从Velar上面 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 我比较欣赏它的设计 除了它的这个雷射头 就是它的LED头灯 它可以选配更高阶的雷射头灯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你们可以看到它的车头 车头是没有所谓的像 保险感的间隙 就直接顺滑下去 车尾也是 对 然后短的前旋 短的后旋 同样是为了要坚持 Range Rover还是有坚持 它在这个越野上面 比方说进入角 穿越角 还有离去角 这样子的一个优势在 那另外一个是 你们可以发现 它不太像是 一般的Land Rover的车子 会坐的这个车窗 车窗跟这个车门 好像感觉像一比一这样子 看起来呆呆顿顿的 可以拥有很好的视野没有错 但是这个型看起来就不够运动化 但是我们在这个Vela上面 可以看得到 非常的Smooth 这个线条也非常滑顺 最主要是它的车窗 变比较窄一点 因为我们知道这台车 其实它有一个双身的兄弟 就是Jaguar的F-PACE 对 它是同底盘的一个双身车 当然它的这个等级 是比F-PACE要再稍高一些些的 那这部车呢 其实在台湾发表上市之后 受到很多消费者的注意 小叶 它的这个销售状况怎么样 其实说到这个销售数据 当初它发表 因为我跟冠言也有 都去英国试驾 其实试驾文就很希望能为它 在台湾的销售数据 尽一份心力 就是自己很想要入主 因为我真的觉得它很好看 对啊 而且最主要是因为 我们那时候去英国的时候 跟着它一起爬山射罪 你会觉得莫名其妙 在水里面竟然车也能开 有感情 对 你就觉得它看起来这么的摩登 对不对 可是它该有的越野性能 都没有大折 而且我常常跟人家讲一句话 就是人家都问我说 什么休旅车好 我都会说 Lanova是Lanova 休旅车是休旅车 我觉得它是两个东西 对 不过我们有点离题 我们回到 因为以它现在 在台湾发表之后 它的销售数据来说 其实我觉得跟 一般新车发表之后的 蜜月期呈现的数据 其实很接近 也就是说呢 因为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很多 这个时候入手 都是等很久的 就是说 你不管你多少钱 我都买 所以通常是高阶车型 也就是它现在的 P380车型 它的高硅的汽油版 是卖的最好的 尤其是你们试驾的那一台 P380的A11这个等级 是目前占比里面 销售数字最棒的 不过呢 也有一些是 我很喜欢Vlog 可是我的能力有限 所以我只要沾到一点边 我的P250 就是最入门的这个车型 它也有占比一些销售数字 所以目前的组成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这样的区别是什么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想要入手250还是380 重点来 是这两个车型 我都不会入手 为什么 那你要挑战漂亮 你刚刚讲的这么好 而且其实外型 真的大家都非常喜欢 对 我不是说我不入手Vlog 而是说我不会入手 汽油动力 柴油 我会入手柴油动力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他们家的柴油很特别是 它的竞速性表现相当好 而且我们都知道 它虽然现在已经用了 铝合型车身 说真的 它的车重还是没有非常轻 对不对 它加上它的尺寸 你有可能会全家 承载的这个需求 柴油车的扭力 其实我觉得会更加适合这台车 而且这个车的底盘配置 跟柴油车的引擎 柴油引擎这样搭配起来 我觉得更和谐 对 它铝合型用的其实是 增强它的车身刚性跟强度 那种抗扭曲的这种硬力 所以大家对于Vlog 在市场的定位上面 甚至于在它外观的设计上面 都是一致的赞同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在Vlog的内装 跟它的质感上面 是不是和它的外形一样的亮眼呢 发动引擎 它的卖点就是高科技 在车内整个环仓的设计 是 然后那个整个旋钮 就像Discovery一样 它的这个换挡旋钮也是会自动 发动之后自动升起 对 我先来讲讲驾驶座这个位置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它的方向盘 它的盘幅是稍微 我觉得稍微大了一点点 但是它的设计很特别 它中间有这个金属这一圈 通常看到的都是整个包袱的 皮革直接包袱 但是它有做了一个这样的设计 然后所有的控制按钮 都在你方向盘上 可以控制行车的这个仪表板 刚才我以为它是触控的 但发现它还是要按下去 我本来也以为是 我还在这上面滑 我想说这个塑胶 什么不灵敏对不对 是不是不能这样 但是其实它还是要 你在这个圆上面去按的 OK 然后在右手边 当然这边有一些定数 还有这个距离控制 看看中控台的部分 好 在中央控台的部分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画面 就是当你在熄火的时候 除了刚才 就是说你在这个排档 换挡的这个旋钮 对 这个排档旋钮 它是可以自动升起的 连这个萤幕 最上方的萤幕 它也是可以自己收起来的 而且它是用上下 两个各十寸的一个萤幕 来显示 那最上面的是 它所有整合的一些 影音娱乐的部分 嗯 好 我刚开始以为说 影音娱乐应该在下面 没有 最下面这个十寸的呢 它是显示一些 车辆的讯息 比如说 你现在行车的模式是怎么样 它有一些空调的部分 对 这两个部分在这里设定 对 那你要设定导航的话 就是在上面的 这个萤幕的地方 不论你要调空调啦 或者是 你要调那个行车的模式啦 在雪地啦 或者是甚至于是一般道路啦 甚至于赛道模式的话 你就可以用左边的这个旋钮 嗯 还是可以回归到传统的 然后刚才讲到这个萤幕角度 原来这边也可以手动调整 对 玩一下玩一下 这个好处是什么 外面阳光很强烈的时候 你可以调整你看得到的角度 对 因为像阿布比较高的话 它就调整它自己的 我可以让它稍微倒一点吗 对 因为我的位置 可是我呢 如果比较矮 我的视线可能比较低的话 就可以再调整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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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光里面的一些科技配备 真的是完全让大家就不易乐过了 其实我们从外形看啊 会发现说 Villar它其实一个相当流线 可以说它是超跑旅 所以在后面的乘坐空间 是不是会因为它的外形看起来 是属于比较跑旅的一个风格呢 而牺牲掉了后座空间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好 我们现在来感受一下 后座的空间表现 这个门开启的角度还颇不赖的 但是呢 如果你在上下车的时候 其实好像是下车 它会有一个注册模式 等一下它的车身会稍微降低一点点 这个气压悬吊的部分就是坐动嘛 就让即使你后面是老人家的话 上下就会比较方便 没有像现在这么高 那坐进来 其实我觉得它的后座空间 没有我想象中的大 你看我放脚的地方 其实已经 我觉得有点狭小 但是腿部的空间是还不错 是 腿部的空间 因为起码有两个拳头以上 对 起码有两个拳头以上 那它座椅的设定 也跟前面其实两张座椅是差不多 我一样用几皮跟真皮的方式来做一个混搭 可是中间的 它就没有设定说是五人座 因为中间的部分啊 真的突起来太高了 坐中间可能比较不舒服的 因为它转动头超级大的 然后而且比较高 所以你看如果中间的话 你看我的脚就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放 而且坐得非常高 是比较不舒服的 是 好 我就坐回来 所以基本上它是后面是后座四人的设定 然后在头部的空间上面来说 其实也是非常地不错 头部相当不错 而且加上它有非常大面积的一个天窗 后座的部分啊 我要特别讲一下 它跟很多的车型不太一样是 它后面啊 后座椅的深度 既然跟前面两张座椅是一样的耶 它的深度可以到你的 就是腿部的支撑已经卡到我的膝盖下面了耶 已经到小腿肚了耶 对啊 它的支撑性超好的 对啊 有点令我觉得压抑 就是你坐得很稳 所以长途的话坐在后座很舒服 然后再来哦 它其实后座椅啊 可以做一个电动调整 不是手动啊 那它的这个电动旋钮是在这个地方 跟驾驶座一样 对 你看 这个好 这个加分 它的角度大概差不多这么多 但是就可以用电动的方式 如果把它看成是中型的SUV的话 其实这样子的车型 它后座的空间就是中型SUV的大小 但是如果以大型来说 它就真的是偏小了 但是呢 我觉得秘密是藏在后面 因为我们要去看一下后行李箱的空间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后行李箱的空间啊 到底会不会很神奇呢 请打开 没有 竹梯式的开一会门 没有啊 对 没有 但是有电动的啦 是的 有电动的 哇 这个三组高的风球具已经放进去了 因为其实在第二排座椅 还没有完全清晶的状况底下 有673公升 673 673算是我们试过中型的休旅来说是最大的 对 超大的 673 因为一般大概都是最多最多是650 最多 我印象中有 所以它真的把第二排座椅的空间 放给后面的心理箱空间 蛮多的 而且因为你看这个高尔夫球具是直直的插进去的 对 我们是直直的插进去的 哇 如果说你当你要用更大空间的时候 其实整个第二排座椅收纳起来是1731公升 很惊人 对不对 非常的大 嗯 然后呢 这旁边有四个 有四个蜗蜜蜜从来挂钩 好 来示范一下 帮我的化妆包稍微挂一下 是 但是这边如果你想要把第二排座椅倾倒的话 也是有拉杆的 对不对 这个是吗 好 哦 可以了 所以它不是电动的 它只是用手动的拉杆 对 手动拉杆 但是它弹一下就直接倒下去了 嗯 试试看这边 OK 还蛮轻轻的 好 这样就可以直接把行李推到里面去 对 整体来看呢 我们其实从画面上也感觉得出 它的后行李箱空间真的表现得蛮好的 4米8的长度 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很大的空间 而且它又宽 对 而且刚刚阿布讲说 其实啊 这些空间什么都还好 你们女孩子开 如果实际上路4米8 看你怎么开 我们现在去开开看吧 好 Range Rover Velar呢 原厂他们也设定说 他们直接的竞争对手就是要杠上 Pores de Macomb 那Michael你 你怎么看呢 因为我觉得 真的是有一种以大欺小的意味 这个我个人认为啦 就是Range Rover是一个很独特的品牌 然后呢 它的品牌地位呢 事实上是 是比我们所想象的 比方说B&W的宾市要稍微再高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它会把这个 目标定在Poresh是有 它的自信跟它的原因 因为它认为它的品牌的等级 地位是稍微高一点 最主要是品牌等级还有价位 可是它既然这么的 有信心的锁定Macomb的话 它是不是有很多的优势是优于Macomb 它才敢这样说啊 我相信啦 它们能够完全不把双臂放在眼里 然后只针对Poresh 这样子的品牌 一定是有它厉害的地方啦 那我们就来看看 Verla怎么样PKMacomb 那Michael是带着我们大家看一下 那我们直接进去好了 它的后座空间的表现 其实Verla在后行李箱 真的赢过Macomb太多了耶 是啊 毕竟它的车身尺码 也稍微小了一点 对哦 它车身尺码是的确比较小了 然后我们做到这个后座来看 我已经把这个刚才 Verla跟Macomb都已经把它设定成 前座是我的个人的位置 很明显的Verla在它的纵向 也是西部还有头部都赢了Macomb 对 都赢了Macomb 对 因为我们其实Verla并不是一台 真正的这种Coupé式的Coupé式的SUV 它其实只是一个正统的SUV 只是它相较于其他的Range Rover 和Land Rover车的比起来 它的线条是比较运动化一点的 所以它有这个优势 在头部或其他空间上面 但是它们在其实性能上面的设定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对不对 性能完全不一样 对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Porsche的车子一直坚持的 都是一个运动化的设计 它不管是跑车 跑车当然是一定的 但是它在这个 越野就是休旅车上面 它肯定也要做到 跟Porsche其他跑车 一样的一个水平 所以它车身其实设计的 比较小一点点是有它的原因 因为减少一些物理的惯性 另外就是Macan它开起来 其实是非常动感的 就比较跑格化一点 如果你有开过它 它几乎是比其他一般的SUV 都要来得更有跑格 稳定性 转向 那个反应 会让你一开就上瘾的车子 但是Villar在我试驾的经验 我会觉得虽然它已经强调 它已经比 之前的Range Rover 或其他的Range Rover车系 来得更动感 的确也是 而且也比较好开 对 它的操控反应各方面 都比以前的要来得灵活 不过因为 它还是一个家庭化的设定 基本上它还是家庭化设定 悬调 换挡 速度 都会比较软一点 比较慢一点 那引擎的出力 也不会像Porsche Macan 来得这么直接 这么的敏锐 对 所以它很舒服 很好开 但是调性跟Macan 是完全不同的一台车 至于Villar 它不是锁定了Macan吗 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对手 那就是BMW的X4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X4的部分了 今天彭内也来了一台BMW X4 而且它是M40i 它的用意是什么 为什么 你觉得Villar会直接打到M40i吗 其实不会很多 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性 叫做个性 个性化的SUV 是 个性化的SUV 但是我觉得 因为我的解读是 它说要直接针对的对手是Macan 那它能代表说Macan以下 或者是双B 它都不放在眼里吗 当然我们了解英国人的个性 其实它一定认为Range Rover 是高优的品牌的定位是优于双B 所以它们会 也许就会挑像Porsche这种品牌 那当然我们知道双B里面 还有AMG跟所谓的M 那今天 所以今天的 应该说今天这一部X4 M40i的话 它是在BMW的X家族里面 算是很有个性的 那而且它又是一台M performance 所以说更有个性 所以我觉得其实跟Vela 是可以拿来比 但是说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 或许他并不会因为说 我买了这个就不买那个 买了这个就不买这个 不会 但是问题是他们都是 在所谓的个性修理上 是共通的 这个逻辑是通的 是 也是给所有消费者一个参考 因为这些都是个性化的车款 我们也来看看车是内装了 好 来 来 这车其实我就也是熟悉啦 对哦 你知道真的去做了Vela之後 再过来做X4 其实就觉得 硬斑斑的 大小有差 而且空间上其实都真的有差 Vela的设计整个车体的宽度 那因为X4它又是Sport的这个M Performance的感觉 它就是整个动态 然后你看我这个车的高度 这个高度其实就会真的 你的头发等下要重新设计了 对 但是它还是有一点点空间 虽然它的车身 车顶这边是往下削的 但是我这边坐起来的感觉 还是有一点空间 我们刚刚私下聊啊 我发现Vela呢 它真的打击的范围真的很广耶 从上到下 不只是双B之外呢 听说Audi也被打到了 当然啊 因为我们聊到了Audi Q5我们都知道 其实是Makang的双身车嘛 对 所以它当然也是在它的火力范围内 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个可以来讨论的就是 还没有出现的Q6 Q6怎么说 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Audi最近就像其他品牌 它一直在填补它的产品编程 那从之前看到的Q8已经出现 相当的让人印象深刻 它的造型就是走出了现在Audi的这个范畴 好 那Q6其实关于这台车的 消息还没有相当多 不过有一个蛛丝马迹可以发现的是 它在今年的日内瓦车展上 Audi发表了一台叫做E-Tron Quarto这台概念车 这个就可以说是Q6的先驱车型 其实很有可能它以后就会演变成 Q6的量产车 所以很多人就会猜测说 那Q6以后会不会只有电动版本 因为在这台概念上它是这样子做的 可是我觉得这有很大的疑问点是因为 当然我们都知道 关于这种Coupet Look的这种休旅车 它的市场原本就是会比较少 会吸引一些比较个性的买家 所以它可以大胆的尝试一些 不同于市场的以往的动力 不过我相信这个休旅急剧来说呢 它还是会针对比较多的家庭买家 所以一开始它可能借由这个纯电动 这个特点来吸引市场的话题 当它真的量产之后呢 我觉得还是可能会追加其他的传统的汽油 或是油电的其他动力都有可能 不过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是 因为现在休旅市场的蓬勃发展 Q8 Q6 甚至双位数都把它填补成 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直接来看看Villar 在道路上的直接的抄价表现 我们现在呢 就实际的来体验一下呢 Villar上路之后 尤其是我们这一段 是在体验山路的部分 以它的四米八这个车场 刚刚阿布还质疑了一下说 你先开不知道会不会很吃力 对 其实基本上啊 当我握到这个方向盘 第一个 就像刚刚你讲的 那个盘幅很大 可是它回转在转向的部分 却非常轻松 而且呢 它不会太吃力 对 因为它方向盘打起来 其实算轻的 对 对 像这种长轴车主要的问题 还是在于狭小的巷子 或是你要转弯 或者是倒车的时候 对 不过它的重点是在于它的宽度 因为它的宽度比较宽 对 而且我们今天试驾这个车型 是P380 SE 对 所以它搭载了一个3.0升V6的 机械增压的引擎 是 最大的马力输出可以到380匹 那扭力可以到450匹的牛顿 所以其实像机械增压的好处就是 它比较没有所谓的Turbo Lag的问题 在起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的加油 就很像NN引擎那样子的线性 对 然后我觉得女生开起来是很帅 就是很帅是比较肤浅的 再来就是很好驾驭 好驾驭 好操控 加上我的 你看我现在坐的位置高度比较高 所以我很清楚的可以看得到前方的车头的部分 然后左右两侧的一个驾驶的死角 我觉得虽然它这边稍微有一点点的小死角 在A柱的角角的地方 可是因为它A柱其实挡住的视线并不大 而且坐的比较齐实 基本上你的驾驶视野 其实是不会被影响到的 对 然后在过弯的时候你看 现在是什么模式 我现在其实是用舒适的模式 舒适模式 难怪它的悬吊在舒适模式的情况下 感觉我在后座就是比较像在坐船一样 真的是不是像 可是在过坑洞 或者是一些凹凸不平的路面的时候 你会比较舒服 它会用比较舒适的方式去呈现它的弹跳 对 那在过弯的时候 你也不会觉得侧行太严重 那我们现在如果换成另外一个模式 好 我现在切换到了Sport模式 其实那个引擎的出力的方式 就又不太一样了 然后你又发现它引擎的声浪 其实真的也有所改变 可是它路感就稍微再鲜明了一点 对 对 就变得比较硬了 悬吊很明显的感觉得到 它已经变硬朗了 它的悬吊其实变硬朗了 我必须说它 像我现在坐在后座的 所谓的弹跳感 其实它是 不会说是真的很跳的那种弹跳 它其实是 因为它可能车重的关系 各方面的调校 它的Q度有 但是它不会让你觉得真的是这样 像我现在这样跳 其实还蛮不错的 我觉得 这个车让太太坐在后面 其实基本上不太会被念 开起来真的好轻 我真的完全没有想象中 你觉得这个车子好大 然后会觉得 是不是太难开了 不会 完全不会 而且因为你现在是 就是赛道模式 对 它的底盘 它的底盘 设定是在居中 因为那个荧幕上也会显示 它现在是在居中的情况 不知道能不能把它调低 如果在这种弯道上 如果让底盘再降低一点的话 它不行 你现在 我不行 它有做一个 你看我把它上低不行 对 看样子在每一种模式之下 可能它会有它设定的一些 就是要求 对 因为我本来要把它切换成那个 就是把车身降低 它没有了 它不能让我降低 我觉得那可能是基于安全的考量 但是它这个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 manual 就是自动调整的模式 它没有 好像没有 我们刚刚在玩的时候 自定模式 对 自定 没有 但我相信它的风土性 是我们调得怎么样 让它降到这样子 多少有帮助 而且在下方看你要怎么开 如果我在ECO模式 搞不好 其实油耗会表现不错 对啊 所以平常开这台车的时候 我觉得在市区里 就ECO就好 ECO模式或速食模式 最好能接能 或许它可以更好地表现 加油站 你又迷路了 李冠宜 这条路就这样子这么短 你还可以迷路 你还一转过来 这是什么地方 到社场了 你被写禁止进入 你也给人家开进去 我真的是 我真的很容易迷路 我真的是服了你了 李冠宜 JRVLAG是一台 非常有品味时尚的车 但是它的问题是在于 女生开的时候 前进没有问题 只有在后退的时候 会有压力 因为它车场比较长 还有像在一般 我们在都市使用的时候 你知道百货公司的停车场 入口的地方 尤其是拿票的时候 它非常的窄 所以以这样的车宽来说 你真的有极大的压迫感 但在路上的行驶 女孩子以这么大的车子 其实操控是非常轻松的 那三位其实也都开过Velard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Sam 我自己在试这部Velard的时候 其实脑子里想的都是之前 Ranch Rover Ranch Rover Sport 还有Evoque 这个味道 当然Evoque是很不一样的车 因为它真的比较小 那主要会停留在Ranch Rover 跟Ranch Rover Sport 坦白说 Velard有那样子的感觉 你会觉得车子 其实还是有那种那种温厚 但是它又比较轻盈很多 它的转向感也比较自然一点 对 对 也比较好开 对 不过像冠儀讲 它对我 不要说你女生 对我来讲还是有个问题 我记得开去鱼人码头的时候 要拍照 停那个票卡之后 我发现拿不到 因为它那个 就是那个玻璃的腰性比较高 玻璃比较小块 真的 可能阿布没问题 我们是真的没办法 不要这么说 那Michael你觉得呢 我觉得它还是一个 比较偏家庭化的 我刚刚讲的 比较家庭化设定的车款 包含它的方向盘 油门 这方面的操控的设定 都是比较轻盈的 比较松软的 那当然这也符合 所谓的英国车的个性 因为英国人 他们对于造车 有他们自己的一套 那悬吊上面也是偏软 所以也是一个家庭化 比较大众化的设定 很好开 当然它的这个动态也比 其他的Range Rover 和Land Rover的车子 要来得灵活 但它还是坚持了一个 大众跟家庭 舒适的一个理念 对 那小叶其实在英国的时候 跟我们一样 就是开了蛮长一段时间 跟Villar相处 那你的感觉呢 其实我上次开 跟你一样压力很大 是因为我那时候是开右甲 是 而且我们都知道 英国乡村路其实不大 非常小 非常小 而且英国的路比较烂 对 那我们撇除这个压力 这个因素以外 其实我觉得 它开起来就像 两位来宾讲的一样是 它有一脉相承 Land Rover的这个特性 如果我们把这个 拉一条线 左边是比较偏修旅 右边是比较偏 运动化的修旅车 其实Villar 跟其他的Range Rover 或是Land Rover的车一样 它都是还是偏 SUV这边的 所以你开起来 舒服 轻松 优雅 你要运动 你要很热情的话 这一台其实 不会给你很多的这种回馈 但它会给我们很多的惊喜 对 其实我们 其实刚刚讲到的车厂的问题 我是真的觉得 开在台北市的道路上 你要在马路边停车 会是一个考验 你的技术要好 因为四米八的车厂 一般停车阁大概多长 五米左右 五米左右 等于说你前后 大概只有十几公分的距离 你要这样子在那边停车 技术要很好 这也是女生不方便开的绿帘影吧 我觉得 女生会觉得压力很大 好了 我们刚刚讲的 都是在道路上行驶的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段 就是冠儀跟家伟哥 他们在英国试驾 是Offroad的画面 来 一起看看 其实这真的很令人难忘 因为在台湾 没有这样的环境 有没有看到 刚才有没有看到那个VILAR 它在过那个 这个家伟哥有去吗 这个是我去的 这个是我去的 家伟哥是跟Michael 是跟我去的 穿茶在里面 穿茶在里面 你们看 它那个地形 是真的不太一样 它真的是爬楼梯这个时候 一个爬楼梯 一个斜坡 对 所以它突破地形的能力 非常的强 所以它就是 可以直接上去 跟纪念堂这样 可以直接上 我觉得 可以直接开上去 之前是VILAR吗 上天梯 上天梯 就是在大陆的 那是Range Rover 那是Range Rover 好 你看在水里面 这也有那个Range Rover 有 这一台就是VILAR 开射水的时候 应该 有没有很挫 不会 我真的觉得很像 自己是船 如果是他自己开 他会挫 是别的教练开的 他应该不会挫 我们在后面才会挫 是因为 你们前面车头都伸出来 一直会有输 一直差点打到你们 后面好像快中 可是 可是 650mm 还是 你说他吗 650mm 650mm 对 而且他是选配 650mm 等于说当你的水 升到某一个程度 超快要超过650mm 的时候他就会警示你 甚至于用一些影像 来提醒你 因为你在中间那个 都看得到他的水 现在到了多少 是 它有一个配备是 它的吸 你到涉水到某个深度的时候 它那个吸气的位置 会改变 会提高 就不会吸到水 进气的位置会自己 那有一个阀门会转掉 转到从后面来 很多人玩越野车要搞一个呼吸管 就是怕吸到水 它这个就不用了 所以你看它几乎全地形 不管什么地形 它都可以去做一个超强的一个突破 我觉得真的是蛮厉害的 你们那时候在 跟夏伟哥在国外试驾的时候 然后我们也有 跑一个小水滩 有一个小水滩 也是有一个小水滩 可能没有那么深 但是它也是让你体验一下 过水 涉水的一个这样子的过程 其实我们那时候的体验 不只是Villar 但全车系 应该是全车系 它全部一起带你去玩水 带你去爬楼梯 我觉得这真的很厉害 很棒的体验 那其实不只是外观设计 还有最新的科技配备 还有它的越野能力 真的大家现在应该 都有进一步的了解了 但是说到像英国的个性小车 个性车 绝对不能少了一部小车 那就是mini 小叶这次帮我们去试驾了mini 下一段回来之后 我们来看看它有什么样的改变 我们今天要试驾的是这个mini 最近在台湾新发表的F56世代的小改款车型 那今天这个试驾的车型是mini Cooper S 不过关于这次的改款呢 我认为应该用一个形容词来说 就是用心感受 为什么用心感受 大家从车头可以发现 其实好像跟改款前没有太大的差别 当然因为它是小改款 幅度不大 而且它这次改的部分很多是你肉眼所看不到的地方 好 不过我们照管理 我们先从外观来看起 大家可以发现呢 这个车头的设计 还是维持一贯mini的风格 相当的经典 也有一些运动风 而且也因为它是mini Cooper S的车型 在外观上会有一些专属的性能外衣 不过很多车民应该会发现说 诶 我怎么记得它好像原本的标准车型 没有这个赛车失调 确实是因为mini它们这个品牌呢 为了提供消费者很多的个性化的选择 它有很多套件 可以让你在买车的时候添购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次试驾车型 它的选配东西 还有 此外呢 像是车顶啊 或者是后视性外盖 你要选像是英国国旗 或是很多其他不同的涂装 当然也都可以 不过呢 说到了国旗 这次如果你要真的从肉眼看到 小改款mini的不同 车尾的尾灯是最大的关键 因为这次在改款的时候呢 它把这个英国国旗的设计 放到这个LED的尾灯上 好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什么不同呢 我觉得我们要进车内上驾驶座 用兴趣感受一下 走吧 为什么我会说呢 这次mini 换上这个新的变速箱 要用心去感受 是因为 说真的啦 如果你不跟我提这件事的话 我拿到车 开到现在 好像跟之前差异不大 就是因为啦 它这颗自首牌变速箱的换档的调效 真的太绵密 就像一般的自排变速箱一样 让你难以察觉 它在档位的切换 但是如果你要跟之前 B&W或是mini 所用的这个 刻意调教 比较运动化的自排变速箱 比起来的话 我觉得以前那种顿挫感 跟那种热血的feel 其实还比较有 反而换了这个自首牌之后 比较失稳 对于一款强调热血的钢炮来说呢 好像这样子的改变 可能一般人会觉得比较不适应吧 不过呢 也不能说 差都不好 是因为 你可以发现喔 你看就像我现在用 用力的大脚油门 到6000转 它才换档 它还是很绵 很顺畅耶 嗯 其实这样子的动态反应 或是这样子的换档的表现 我相信更多人可以接受是 它真的很顺 不会造成有什么顿挫 但是 如果要我选的话 Mini Cooper S 是不是应该还是要热血一点 哈哈哈哈 好 你看 我要选这个路段 我来把它切换到 Sports模式 换档还是很顺 但是呢 为什么它的变速箱的造型 要从以前这么经典的设计 改成这个这么像 麦克风 哈哈哈哈 的样子啊 而且我觉得这个造型 跟整个内装的风格 好像其实不大搭耶 这点我觉得比较可惜啊 但是如果你想要 我们刚才提到那种 传统的自排变速箱的感觉的话 其实 就是Mini Cooper S上去的那个 JCW车型 它还是维持 这样子的变速箱设定 所以你还是可以选择的啦 只不过 代价比较高 就是小改的Mini Cooper S呢 其实它最大的 除了外形上有一些变动之外呢 其实最大的特点是在于 它将传统 之前它搭载的这个 六速的 首次排的变速系统呢 变成了七速的 双离合器的变速系统嘛 那这样子的一个更换 它真的在操架上面 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吗 其实我觉得 关于这个变速箱 可以聊一下 就是说 很多人都会 关心说 为什么Mini要做 这样子的改变 其实我们可以看 整个BMW集团好了 其实呢 只要用这个UKL 所谓的前驱底盘 其实不只它 像BMW的二系列 2AT 对不对 还有像它的2GT 然后还有呢 像它的X1 其实都是同步的呢 用这个底盘 也是用这个变速箱 对 所以这是一个整个集团的操作 好 它这个变速箱的来源 其实是来自于一个 德国变速箱大厂 叫Garrett 它这个变速箱 其实评价还不错 其他的集团 跟其他品牌有用过 它这个名称叫做DCT300 意思就是说呢 它最大只可以承受 300牛顿米的扭力 所以呢 就有人才知道说 哦 为什么JCW的版本 它没有换这个变速箱 是因为JCW引擎的输出 超过这个扭力上限 所以它才必须要原本的这个八速 首次排的变速箱 对 那它换上了这个变速箱之后呢 其实我觉得 就像我影片讲的 最大的改变就是它的换 换档顺畅度很棒 然后它的油耗表现更好 那不过呢 最多人 有没有激情呢 对 当然我觉得激情有少那么一点 但是你也知道 就是现在的油耗越来越严苛啊 我们需要让油耗表现更好 还有另外一说是 因为这个变速箱的成本 比较低一点 对 所以它可能做这个更换 这个都是有原因的 我之前其实是驾过 就是Mini Cooper SE Countryman Flugging那一款嘛 我觉得它在操轿上面 真的让我觉得 这台车真的真的 非常的适合女孩子 真的 非常适合女孩子开 Michael之前就有开 那个Michael姐 你也知道我们女孩子 好 那我们问你一下好了 你觉得这样子的改变呢 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觉得 我觉得啦 如果从之前的六速手自排 晋升到七速自手排 这是加分的 因为它多了一速 在于这个动力的传导上面 或者省油性啊 这上面会比较出色 尤其这个自手排变速箱比较轻 换脏速度也应该比它的六速 手自排要来得快 没错 所以八速我不敢讲 但是应该比六速要来得快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 在整个动力上面 还有这个节能性上面 会更出色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开过这台车了 但是我以前有一台 我以前有一台是 这一代的上上代 也就是BMW刚接手 这个Mini的时候的R53的车型 那时候我买了一台 手排加天窗的车型 你开过它以后 真的会忘不了它 虽然我后来卖掉了 会忘不了它 你在路上看到其他人开Mini 你都会多看一眼 这就是Mini的魔力 真的真的 是不是看你当初是卖掉了那一台 我再也没办法碰过它了 是因为它的外型 还是说真的它在操控上面 你会觉得很难 它的一个个性 它整个设计的一个个性 小巧 可爱 精致 扎实 它不要看它小 它车子开在高速公路上面 或是在弯道上面 就很杂 就是它的那个 稳定度很棒 稳定度真的很棒 我要来呼应那个Michael讲的 就是因为我本身开过老命 我觉得德国人还是想方设法 把那个味道给留住 就是那个车子 开起来是硬硬的 然后小小的 人家讲所有的高卡精神 是真的有那个感觉 对 然后那个车子的那种氛围 你就觉得说很活泼 那而且很有趣 大家可能观察到 以现在的 它的动力都已经可以做到这么大 200多匹了 像J7W231 其实它的轮胎还是配 205的宽度而已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它就是要营造那个味道 而且它悬吊 它还是会那种 有点类似我们去改避震器 类似那个感觉 就是路感比较鲜明 对 它要给你那种感觉 对 因为老咪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 其实Mini Cooper 它就是鹰皮得骨 的确是 对 对不对 但是这一次它的改款的地方 有很多其实蛮让人吸睛的地方 包括它车尾的部分 它就是有英国的这个骑士 对 不过在那边问一下Seven 我们其实有听到说 之前呢 滨市它们是不是打算把这个八速的 首字牌变速系统来取代 现在的七速双离合系统呢 有一说法 但是我觉得大家不要太 绞在里面 其实就是一个重点 就是管它黑猫白猫 会抓老鼠就是好猫 所有品牌 它们在研发的时候 都是嘲笑效率 还有成本 还有当然要过环保 这个东西 这三大要素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 这是结果论 这些都是 这么多优秀的那种科学校工程师 它们呈现出来的成果 那我们其实就是 好好的使用它 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这样的设定 在未来冰市的这款上面 其实会有更好的表现是不是 应该是说 它们一定是针对自己的动力需求 而且我觉得冰市跟其他品牌 有一点不太一样 是它要给那种 冰市开的感觉就是那种 比较温一点 它没有那么像 别人可能B&W或比较棒 然后 比较硬派的 对 然后奥迪可能 它就是比较那种 有那种工业感这样子 我觉得 冰市它要呈现那个感觉 我觉得最后 它也许可能 手制牌跟自首牌 差不多的时候 它会选那个 比较像它味道的选择 我觉得这是冰市 我对冰市的了解就是这样的 像这样比较有可能 在哪些车型上 我觉得未来的 他们的 就是新世代那些 从AKS为首 那当然很大 因为这很大一挂 新改款之后 对 下半年度的AKS 大家就可以知道 我觉得那个是重头 重头 东西 什么 那些 这种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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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